大家好,豆腐别炒着吃了 加入两个鸡蛋,比麻婆豆腐还好吃 出锅以后,全家人想着吃 首先准备一块钱的豆腐 先将它切成厚一些的片 再切成宽条 然后切成小块 切好后装入碗中 接下来碗中打入三颗鸡蛋 用筷子充分的搅散搅拌均匀 然后把鸡蛋液倒在豆腐上 轻轻的晃动几下 让所有的豆腐都沾上鸡蛋液 接下来准备两个红色的小米辣 剪成圈 切好以后装碗中来用 大蒜适量 先将它拍散 然后切成蒜末 切好以后和小米辣放在一起 韭菜准备一小把 切成均匀的小段 切好以后装入盘中 接下来锅里面倒入少许食用油 下入鸡蛋液 转小火慢慢煎制 把鸡蛋液煎制成熟 然后我们给豆腐适当的翻个面 鸡蛋液煎制成熟后装入大碗中 锅里面再倒入少许食用油 下蒜末小米辣 把蒜末炒香后下入豆腐 先简单翻炒两下 然后调味加食盐 少许酱油 少许蚝油 充分的翻炒均匀 让食材入味 翻炒均匀后下入韭菜 韭菜炒至炖香后 美味即成 好吃的豆腐炒韭菜就做好了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伸出您发起的消息 给我点个赞吧 这样做的豆腐不光做法简单 而且营养丰富 搭配上香浓的韭菜 真的是太下饭了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我的做法收藏起来吧 没准哪天就用上来呢 点击我的头像 还能看见更多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关注老洋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